在幹嘛 在幹嘛 讓我們直接從過來 直接民眾神色緊張 看到員警萬如救世主降臨 要拿那個刀是誰啊 一群人圍在店門口 拉拉扯扯抓著男子 有人身上還被割傷流著血 氣氛相當緊繃 後腿 不配合使用強制力 好 拜託你啦 一旁女子苦苦挨勸 不過男子不聽勸 反而大聲嚷嚇 來 機關完了啦 先生 都在你的手 我跟你講 雙方衝突一觸即發 還好這時支援警力趕到現場 立即將男子壓制在地 遠景在桃園北埔路巡邏時 有民眾攔車表示酒醉男子 持刀棍鬧事 有拉劉姓男子喝醉 返回自家店面時 卻因為喝醉酒神志不清 跑到對面店家 店家告知走錯了 劉男竟然生氣 跑回自家店內 就拿起刀棍朝店家揮舞叫囂 擦毀了招牌 還用刀割傷人 要得我打我背負啦 你店家發生糾紛 該男子份兒持刀棍 摘毀店家招牌及器械 警方獲報後 立即啟動快達部隊到場 將其壓制後 依法引擎偵辦 男子酒醉後 做出一人創荒唐行徑 酒醒後悔也來不及了 記者劉志蔣 郭宇軒 桃園採訪報導 我是張貝茲 播報新聞讓我增廣見聞 家事 國事 天下事 事事關心 也帶你一起 總握每日時事 日時俱進 所有最新消息 熱門話題都在中市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市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 分享開啟小鈴鐺